海娃 海娃 不嫌柔情 像春水一榜榜样 大姐 你怎么又喝成这样啊 酒是个好东西 你呀 别总是把自己折磨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昨天 那个吹载的行言 他又带人到场子里来闹了 那后来呢 后来幸好二姐来了 把事都给处理了 所以呀 一会他回来 你得谢谢人家啊 我谢他 我凭什么谢他呀 你别这么说 对了 我想问你个事 我儿子 我儿子海娃 你有他的消息吗 有啊 说那个 说的挺好的 长得还高 对对对 说越长越像你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你一定要替我谢谢人家 快化妆吧啊 一会儿演出了 别想那么多 好不好 快去吧 凤婷姐 啊 这里 这里有些钱 你替我给那个人家 谢谢他们帮我照顾海娃 对了 我还有个礼物 你等着啊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跟你说话呢 干吗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仙爷昨天晚上又带人来闹场子了 你是不是又洗鸦片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蓝凤婷再洗鸦片 我也要我这张脸 不像有的人 为了跟姐妹们争头牌 连脸都不要了去勾得洗你 你给我闭嘴 你是不是 我撕烂你的嘴啊 少跟我大呼小叫的 真把自己当头牌了 你别这么说 她不是这样的人 当初是谁拉着咱们俩 非陪耿爷 苏爷喝酒 喝多了 咱们被玷污了 人家呢 什么事没有 我就问问你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就想借咱们上位 你别说了 灵溪姐不是这样的人 她也不想这样的 我真的没想到 那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那天喝多了 我确实是喝多了 要不然我一定会拦着 我一定会拦着 辩 我拿命我也会拦着 我会拦 继续给我辩 我会拦的 你使劲辩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人我见得最多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冯婷姐 你别这么说 咱们都是好姐妹 你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呢 好姐妹 难听 婊子 还怕被伤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就是个 表层 蓝蜂萍 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你有良心吗你 你下边你酗酒 你把所有姐妹全部都拉下水了 你不就是嫉妒我比你红吗 我就是嫉妒你比我红 我早就不把你当姐妹了 在这个屋子里 只有她小蝶是我的姐妹 我是不是听错了 你拿小蝶当姐妹 你卖海娃的时候你拿小蝶当姐妹 你给我下水 你给我下水 你们说什么 我 你看我说什么 海娃怎么了 你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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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海娃怎么了 你是我呀 你说我 你不说我就告死 他怕死 önce 要aime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可能 哈达不可能死 哈达死了吗 哈达不可能死 我错了 我把海拔害死了 我错了 对不起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 我要知道他会死 我一定不会卖了他的小爹 约西 约西 你说句话好不好 你说句话 我怎么做他都能忍了我 我求你约西 约西你说句话 我 小爹 我对不起你 一命换一命 我陪你 放屏 放屏 放手 是我的错 我只有死来还给他 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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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阿余 干嘛呢 演戏呢 赶紧准备 客人都等急了 别给我出什么乱子啊 我告诉你 我们不唱了 我们要唱 这是我们的命 哭着也要唱 有请我们的 丽花皇后组合 为大家献歌一曲 纷乱人世界 除了你 一切繁华都是背影 这吹息 用生命演下去 付出的青春 不可惜 即使难得有这法约定 这段情 只对你 而我有意义 而我有意义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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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不可遭 我会没有 有意义 我们三位刚才有一段 很虐心的一个表演 也很累 因为走心嘛 四位导师 看完他们三个人的表演 然后你们有什么感想 和有什么 就是想对他们说的吗 陶红导师 思宜导师 刘烨老师 一般都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然后我觉得刚才真的三个女人 这台戏我觉得挺尬的 因为每个人都各自有一个 巨大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在这 在这 然后像刚才碧云一上来 就把这个故事先自己先刨了 其实我觉得 带着情绪来 然后这个自连的东西特别大 一自我怜悯的话 当然很容易哭着 但是说你的戏就被这种自连给冲垮了有点 然后圣一是刚才我觉得 可能因为这次是舞台 台词我觉得就是过于有这个舞台感 然后到最后三个人的时候 就基本上感觉像掉到一口井里边 大家完全在雾里边互相能听到声音 摸不到感觉不到对方 明家还在努力着撑一下 当然最后三个人唱歌很惊艳 确实很惊艳 然后旗袍给中国女性的美感 在三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 丹丹老师 哇 真是三个美人穿着旗袍 看你们跪在地上哭啊 我真是太替你们难过啊 首先我不知道是谁给你们选定的这个题材啊 真的我必须诚实地说 只要你拿到舞台上来演出 它必须是一个作品 只要你是艺术作品 就必须给我们审美 让我们感受到里面有感动 所以这里面太复杂了 就是你们变成一个大汇总的 让演员在很短的时间里 各种表演给我们看 我会这个 我会愤怒 我会悲伤 我会受不了 但是它不给我们审美上的 没有审美的演技 是对观众的一种折磨 然后你们自己那么痛苦 那么多的经典话剧 哪怕你给他们有文学性的人物 让他们真的展现 那个有人物的演技 而不是只让我们看到 他们悲伤了 然后他们真哭 他们愤怒了 他们真打 这个不是 这个东西 真的不太行 对不起 谢谢你们 接下来子怡导师说吧 这是有史以来 我看到最尴尬的一场戏 你们三个人很用心 很努力 但是很使劲 每一个人都很使劲 而且我第一次感受到 对三个人同台 在一个维度里面 在一个空间里面 在一个舞台里面 但是你们三个人 在活在三个世界里面 你们三个人之间 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出在作品上 不是演艺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他每一个人啊 他都是惊心动魄的 那个孩子死了 被他卖了 他把他们给弄去吸哑片了 就是情节给的太激烈了 他没法演 就是我们在自己处理 拿到的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有障碍 然后去调整 我觉得我特别理解 就是剧作上给大家的障碍 三个演员都是很有经验的了 其实你们应该大胆地 去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这个结局 是你们自己做的调整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不能全怪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原始的剧本 对 这个剧本 对 但是这个剧本 如果拿给 每一个演员都没法演 太激烈了 我不这么认为 整个这个东西 没有文学性 没有艺术价值 没有审美价值给我们 对不起子怡 再接着说 丹姐指出的这个问题 是存在的 但是我想说 其实我曾经说过 演员要有信念感 我今天想说 演员要有信任感 你们三个人之间 相互是不信任的 我们是要成全对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们没有要成全 对方的角色 哪怕是这是一台烂戏 哪怕是一个 完全就是 完全是不可以 接受的一个剧本 但是我们作为观众 我们想看到的是 相互之间的给予 相互之间的帮助 而不是各自要 站一个山头 这个是我想讲的 丹姐跟你讲的 没有什么 我真没觉得 矛盾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 太难为演员了 这个我想说两句 我其实挺同意 子怡老师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是应该互相地信任 不管剧本 是拿到什么样的 然后互相彼此之间 要很真诚地去 去给予 不行 剧本不行 你怎么真诚啊 你的台词都在假说 不行 你怎么相信 黄胜一 这不行 那好 那桃红 桃红导师 你说句公道话吧 首先我觉得 两位老师说的 都没有错 首先这个剧本的 逻辑有问题 以至于我看着看 我就说 这故事在想讲什么 它为什么逻辑上 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这是一 二是 演员如果看到 逻辑上有问题的剧本 其实经常会遇见 对吧 那么有两种方式 如果这个剧本 现在只有50分 那么如果你是 有能力的演员 我通过我的能力 把它救到及格 那么现在看起来 你们仨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还有一种方式 你可以拒绝这个戏 如果你们三个人 都看出这个剧本 有巨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是有机会的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二件事 就是子怡刚刚说的 信任感的问题 我就想问一件问题 因为我以前正好看了 演员的诞生 在那里两集里面 正巧都有打嘴巴的戏 而且都是真打 可是今天你们明显穿帮的是在用舞台技巧 我能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选择用舞台技巧而没有真打吗 这个不怪柴比云 是我要求的 因为我不赞同舞台人真打 我觉得如果一个戏写了 说在舞台上把一个演员打死了 你真的把他打死去体验吗 这个 这个我觉得我非常支持你 因为我也是个话剧演员 但是你们俩要是选择用舞台技巧的话 那你们得用好了 影视一定是真打 舞台剧从来不真打 打的那个孩子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技巧 他就打得太假了 我的对手基本上都愿意是真的 信任是什么 信任是我真的上来 但是我可以控制 我很用力 但是我到你的脸的时候 我是轻轻地划破 但是我的表演是在这儿的 所以余明佳不让柴比云打他 是因为他不相信柴比云是不是有这个控制力 你们这么明显的穿帮 还不如不打这一下 我能再说已经 说太多了 我现在画牢啊 老年人 就是我觉得具体的哪一点不好和好 在这个作品上已经不太重要了 因为它整个的戏剧结构太激烈了 就矛盾冲突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拿这个作品 现在我们来探讨演技 它是不太合情理的 那怎么选 如果我们做演员的诞生 我们就有质任要给来参赛的演员 提供他们可以演表现自己的好的有文学性的作品 那么多好作品 那么多名著 干嘛一定要把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 剪到舞台上演成15分钟 都变成情绪 其实舞台戏是剧作家写的 一句废话都不能有 邱正丹丹老师一个错误 这部戏并不是根据影视剧改出来的 而恰恰是香港的著名剧作家 注意是剧作家杜国威老师的经典剧作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舞台剧 所以这部剧恰恰是一部舞台剧的经典 这部舞台剧的特征是浓而不厌 哀而不伤 如果说现在的剧本改编有什么错误的话 是他把它彻底做成了一个伤感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我们舞台上今后 是不是可以少一些这种嘶吼式的排练 达到一个更好的更艺术的程度 那此一 我想听听天池老师说什么 没有 因为天池老师最知道他们的状况 他们三个确实在排练过程当中挺艰难的 因为首先这个剧本当中的信息量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戏保人 有的时候是人可以保戏 就是说我们起码可以提升一点点 每一个人物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 我是觉得能不能临时出一个小的练习 你们三个人来共同完成的 就是说圣一怀了孩子 三个姐妹第一次知道了 她怀了这个孩子 而且她决定要把她给留下来 现场就来一下呢 她决定生下来 对 一个大姐 一个二姐 就在化妆排练厅吧 对 对 就准备 对 对 对 知道了以后要不我们设计一下 设计一个一个人 丹姐 就是哪怕剧本太差 她们也应该有能力把她 不行 我告诉你 那这就是演员没有能力你知道吗 你三个人谁也不可能提出一个修改 因为你牵扯到另外两个人 如果要是一个独角戏有可能 所以她们三个人之间没有 我给你讲 你在电视上 你看 太差了 我真的受不了 因为我接的滥戏 接的态度 我一生就 吐 吐 吐 可能我当时有一点情绪 因为我特别心疼演员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作品 你在舞台上你要给我们审美 你要有人物 而不是情绪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太高深了 如果是两个没有能力的演员去做的话 也会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灾难 她们演员之间没有 相互之间没有信任 我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话题 演员是这样子 就是你相信她 她一定会给你更好的反馈 我总是觉得就是 这不是一个自私的行业 演员不可以自私 你不可以说戏都是你的 那个真的是叫戏吧 我的意思是说戏已经不行了 那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戏 至少把自私能力展示 没有 没人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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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以后别乱扔了 很好挺自然 说一话 我们说一下开始吧 开始吧 我来喊啊 来 演员费 九 浪费时间了 一般开始 二十 这个不是二十 这个送你 好看吗 嗯 你以后这衣服别乱挂 要不然我老得帮你挂 到时候折了 你上架穿多难看呀 哎呀 你们俩先别忙了 都过来过来 来来来 干嘛呀 来 小心小心 你腿怎么破了 没事 这都是小事 我有个重大的事情要告诉你 重大的消息 别老说那么玄乎 每天你都有重大消息宣布 这个消息宣布啊 保证是最重大的 要是不重大呢 不重大 你就 你就是我大姐 你就是我二姐 我才不愿意占你这便宜呢 你赶紧说 我告诉你们 我怀孕了 真的假的呀 上个月就说你怀孕了 你确定吗 上个月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怀孕了 你不看我说你怀孕了 你怀孕 你刚才都说错了 小丁 你怀的谁的孩子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事 我 先不说这个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不想说 咱们刚来上海 还没站稳脚也没有钱 你这么年轻 有孩子怎么弄啊 不行啊 姐不同意 姐 我想过了 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不行 你想过什么了 以后怎么生活 真有孩子了 咱们都是做舞女的 不理她 你来 老了怎么办呀 总得想想法子 孩子好啊 我们可以教育她 她长大了 也是我们的一个牵挂 好了 就是因为做舞女 才不能有孩子 为什么呀 你要把孩子怎么教育她 我把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海娃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我怎么幼稚了 哎呀 大姐 你就听二姐的 我觉得挺好的 好 好 谢谢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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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喊停呢 看 看清楚了 刘烨 我也看出来了 你是怕子怡 我是怕宋丹丹 现在子怡已经也快怕我了 你现在知道姐姐的厉害了吧 姐姐我躲你远远的 刚才她们也表演了这一段 我们要看出来 其实又灵动和生动了很多 我首先得向这三位演员致敬 因为选演员和推荐演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三个女演员是最强的 黄胜一演过了很多年戏 也是辉煌过 从辉煌到下来做一个母亲 这几年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九年之后 重新要回到这个舞台上 再一次开始 我很敬佩 云冰家 很多大戏里都演女主角 演过陈道明的老婆 演过王刚的老婆 我这一说把我岁数说大了 为什么你就演我女儿呢 北京人民艺术局院金字招牌下的一个 常演舞台戏的一个女演员 非要到演员诞生这个舞台上来走一遭吗 所以她今天走上这个舞台 我也是打心里敬佩她 地云很年轻 但是也演过很多很多戏 她是拥有很多很多粉丝的一个女演员 所以她们三个我认为 是非常强的一组演员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这个表演的老师 她一个人 选手来一天半的时间 三组戏要她一个人来拍 力不从心了 当然这个子怡和丹丹的争论 对于演员这个节目来说 它是有营养成分的 所以我 谢谢几位导师 剧本的问题实际上在接到剧本就发现了 但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的权利就是我演好我 导演或者剧作家给我的东西 至于我演的好不好 就是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我也确实有段时间没有演戏了 我希望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清零的过程 来重新感受所有的老师给我的这种刺激 让我一个新的提高 这是我的初衷 虽然老师也不是特别满意我们呈现的这个作品 但是我想说这是我们几个尽力完成的最好的效果了 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谢谢 虽然刚才刚一演完 看到你们的时候脸是黑的 我挺害怕的 但是我听完导师们的评价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证明我的审美没有发生问题 我觉得证明我的方向是对的 谢谢 我可以再多说一句吗 当然可以了 就是刚才我跟子怡的争论 我觉得我们俩都非常真诚 我们演员诞生的舞台 它是一个专业探讨的一个舞台 因为目前娱乐业 娱乐圈 大家习惯于嘲讽啊 谩骂呀 不太习惯真的探讨演技 或者探讨审美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是有机会坐在这儿 真正的表达自己 因为电视机前有多少万演员 专业从事这个职业的 我们第一次有一个专业的领地给我们 我们这时候不发声 我们这时候不把真话说出来 我怕有一天我没有机会表达 那么多年轻的演员 他们真的需要经验 我们是为专业服务的 我们是为了电视机前 几十万演员们服务的 今天感谢这个舞台 让我们可以把真话说出来 谢谢 我想接着丹丹姐 再说两句啊 我们是因为尊重这个舞台 尊重你们三位演员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的话 恐怕这一趟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确实是我们很爱护很在意 所以就会讲得多一些 但是我相信就是 刚才这种讨论也好 还是一点点的争论也好 其实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之后 我们之间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尊重和信任 我其实很开心 这是没安排的啊 今儿来着了 我是导演 总导演分配我跟他吵的 对 我们刚演了一群 知道吗 只是丹丹姐妹脱鞋而已 那我觉得演的最像的是刘烨 一直在看 好 该导师们选择的时候了 三位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三位导师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 我们也先来看一下观众投票的结果 这一次每一位观众的一票相当于两票 柴碧云 136票 黄胜一 146票 余明佳 286票 那三位导师就公布一下你们的选择 并说出你们的理由吧 三位演员 我选择了 柴碧云 我觉得虽然她很青涩 她也很真挚 我很喜欢她 谢谢 我说一下我的选择吧 我的选择跟丹丹姐是一样的 我选择柴碧云 谢谢 她没有运用很多的所谓的表演技巧 但是我觉得你展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 也是最打动人的 谢谢 目前在柴碧云和余明家中 刘烨老师 这一票太重要了 我 刚才这个我投给了 刘烨老师 这一票太重要了 我 刚才这个我投给了 余明家 余明家 她还是在掉进大坑里之后 还努力地要站起来 我觉得这个能看出来是这样的 恭喜余明家获胜 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飞行导师 小桃红 你也看了今天舞台上三位表演 你现在愿意使用你复活的这个权力 给台上的另外两位演员吗 如果我今天不是飞行导师 我是就是像他们一样 同样的导师的话 其实我也会投给柴碧云 因为我觉得她还能保有一个真实 这个最原始的 真听真看的这个东西 是她现在身上特别宝贵的东西 就算你将来有一身的技术的时候 也要记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 得不得到这一次机会 你将来都可以走得更长 那我这次就先保留我这个机会 不实用了 那圣一跟毕云 你们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 现场听你们的评价 我觉得比在电视上过瘾太多了 就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 这是我的直观感受 出现在你们的名字下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我太幸福了 我喜欢演戏 那我就演好了 好 其实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很纠结 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虽然今天离开这个舞台 我还会带着这样的疑问走下去 继续思考什么是演员 这也是我来这舞台的原因 谢谢 谢谢 演舞台戏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训练 需要一些经验 但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他来了就是我们应该给予鼓励的 谢谢 谢谢郭教授 我确实我一路成长都特别顺 从来也都没有输过 今天这舞台上导师们 我相信是最中肯的评价 让我有很多思考 一个好的演员 他就应该能够驾驭各种类型的表演形式 所以如果有真的机会再去的话 我一定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有新的认识 秋水与白露是医科大学的同学 二人在一起多年感情很好 但白露强烈的控制欲让秋水苦不堪言 一次意外让秋水结识了成熟性感的柳青 两人交往日渐频繁 处在两个女人之间 秋水一时不知该如何抉择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你还真看我写的书啊 没事看着瞎玩呗 你还挺有才华的嘛 写得挺好的 我也是瞎喜着玩的 赚点酒钱 过来帮我解下围剧 好 坐 你怎么一口干了 这得慢慢品 我渴了 你说咱们现在走这么近 你那小女朋友她知道吗 你瞎说什么呀 说得跟咱俩犯错了似的 这个世界上许多是 没有对错只有真假 你知道吗 其实 我真的一直都特别想找一个 真正爱我的人 你紧张什么呀 我又没说你 你就是一大学生 什么都不懂呢 你等一下啊 秋水 出下餐呢 哇塞 这么丰盛 你干吗来了 我外来吃晚饭呀 我外来吃晚饭呀 你干吗呀 秋水 这是女朋友啊 白露 你好 你好 白露谁呀 我女朋友白露 咱别闹了 咱别闹了 回去吧 秋水 别拦她 秋水 你得介绍一下呀 柳青 秋水经常跟我提起你 洗手间在哪儿啊 洗手间在哪儿啊 来 这边 真脏 真脏 我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我谁呀 小姑娘 你别多想了 秋水来这儿是找我工作的 下回有空再来啊 我们俩好了四年了 她说了 嗯 那虾真好吃 但就是有点老 啃不动 我应该叫你姐姐 还是阿姨呀 不行啊 白露 能走了吗 能走了 阿姨再见 你就是一骗子 你宿舍出去玩的照片谁拍的啊 拍照的人是谁呀 拍照的人是谁呀 旁边那么多人 旁边那么多人 我随便找一个人拍不行啊 你管得到这么多吗 你管得着吗 你跟他一起吃的吧 怎么了 我们一块工作完 人请我吃顿饭 怎么了 好 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又别跟他在一块儿了 他那么老 你都肯下手 不就是一顿饭吗 我问你 你治不治愈啊 怎么着 我说他你不开心了是吧 白鹿 我觉得咱们这样爱的方式不对 怎么不对 对 那你说我改 那行不行了 我改 你能不能相信我 不能 你就是这么亲她的是吗 你有完没完 你什么有完没完啊 行 照片 好了 行了 你满意了吗 白鹿 我跟你在一起 我已经喘不过气了 你看到了吗 我就是你每天计划表上的一步 我真受不了 你治不治愈 你烦不烦啊你 那灯 我真是喘不过气了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就是你走吧 我不会留恋你的 我知道你爱我 但你爱得不纯粹 爱你 因为爱我不如我爱你一样多 好 让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腾讯视频 优酷 爱奇艺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有请宋言飞 宋宁峰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边看 我还一边还在这记一下 我看在后边呢 我就实在真的记不下去了 一个先说这个男孩啊 你的喝酒 应该是有一些演示成的在 要表达你的暧昧和欲望 可是我没有看到这种演示 就是咚咚咚在那灌 要表演情绪 这是演员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我在说你一个女生啊 你这个女生来了 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来了这是 一会儿哭啊 一会儿笑的 一会儿抱一会儿亲 这个亲吻是非常重要的 说在我看来 应该是一个爱的诀别 我觉得这都不够 所以看来看去 不知道你在演什么 混乱 这就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 谢谢老师 程老师 对 仿佛又找到了那种感觉 就如坐针毡 如芒自卑 如梗在喉 不好看 另外我非常反对啊 家暴 首先反对男人对女人的家暴 我同时也反对女人对男人的家暴 我觉得两个人在生活中如果是啪啪的两个大嘴巴 这就不可能再延续了 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大人不打脸 这打脸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不希望在作品中看到就这么啪啪的打 让人不舒服 我刚才看了剧本 宋元飞剧本里确实上面就写着你要扇他嘴巴 但是你扇了两次 第二次打一看就是记性打的 我想请问你们俩在底下商量的时候 你们有聊到过这个话题说打一定要真打 有说一定要真打 但是两次其实是我自己就想说万一一次不够 可能情绪到了能不能再多一次这个样子 因为白露可能也是一个稍微神经有点崩的一个人 因为你第二次给了他嘴巴以后啊 宋凌峰很难站着还能跟你搭戏的 按理说如果我是这个宋凌峰的角色 我立马就走了 我就不聊了 所以这些叫不按的合理和不合理的问题 我就提这些 谢谢老师 其实宋凌峰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 介绍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 我觉得你的形象就是应该是填补 现在某一种类型大男主的空缺 对 其实我是很晚才灭的 因为我的这个心是给宋凌峰留着的 但是非常抱歉 女孩子后来假的我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把它灭掉了 我觉得你没有好好地理解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她是平常是一个三好学生 就是很刻板 是吧 就值得好好学习 没有风情 没有浪漫的这样一个女生 所以才导致男孩遇到一个很风情的女人 是吧 她才有一点要跑去喜欢那个女人 那你到他们家来 你想宣誓主权 我认为提前一定是鼓足了所有的勇气 这个女孩平时可能都不会大声讲话的 但是你前半段演得太皮了 就感觉很有社会经验 那我就不相信你了 谢谢老师 我还是想先谢谢一下颜飞 因为这个剧本我也想选 我跟他毛遂自建 我说我跟你一起演 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颜飞就选择了我 其实咱俩去 这感觉应该放在刚才那个时候 就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然后我也很幸运 就有机会拍到了电影 第一部电影还是和梅婷老师一起演的 那个《阿斯皮林》 我觉得我也拍了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 那些什么都 那些感觉都不在了 其实我现在我也很迷茫 我来到这个舞台想 问一下各位导师和各位观众 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演员 宋宁峰 你形象不错 但是从整个这个戏里边 我看不到你对这个演戏的这种热爱 我也看不到你这个有发光的这种欲望 我觉得你太理智 太克制 根本没有一种情感上的这种冲动 宁峰你出现啊 让我想到了我们第一季 我就是演员的时候 周一维的出现 其实你们都是属于那种大男一的样子 因为个子够高 形象够好 很有想象力的一张脸 那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这样子 就是周一维也属于那种特别冷静的演员 可是当我们说到角色的时候 他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当你进入角色的时候 你就要疯狂起来 我还是对你有期待的 要相信自己 好吧 颜飞为什么会来到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大家可能是我宋颜飞这个名字就是可能是因为穿搭 我也想好好做一个演员 希望能有一天被老师们夸 然后希望下一次不要倒忙了 我大概有一年多没有接戏了 然后也去试镜了很多次 但是可能得到的反馈都会说 因为我长得太有攻击性了 就不太会是现在大众会接受的类型 然后其实也想问问老师们 就是长相会限制一个人的戏路吗 太离谱了吧 可能是一种满眼拒绝的一种方式 那真新鲜啊 没有绝对呀 我这么犀利都没人说我有攻击性 吴远飞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带有攻击性 我是觉得你还是一个演技的问题 容貌并不能决定一个演员他好与不好 国际上的大明星有几个好看的 Dustin Hoffman 对不对 Melius Strip 对不对 Strip 这些人都不好看啊 他们这些演员是演的是灵魂 而不是表面 还是表演上要真诚的 好 谢谢老师